今天是周二,看家家户户的垃圾桶都摆出来了 一般大家都会在星期一的晚上把垃圾桶拉出来摆在路边 早晨老公上班以后,我出来想找一下我家的小黄 昨天一天他都没回来 他的那个定位器一直显示他在我们隔壁的一个高尔夫球场 那个球场离我家也就不行六七分钟的样子 所以我没有太担心,就一直想等着他自己回来 我也一直在查看那个跟踪器 那个跟踪器一直都显示在一个位置 所以今天我要来到这个地方看一看 小黄 跟着导航仪我已经来到了这里 小黄 看这里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定位仪定在这里呢 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难怪这个定位仪一直在这里 好久都不动 原来这个绳子已经断了 我要赶快把这个拍给我老公 从昨天到今天我手机上的跟踪仪一直显示 小黄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 小黄的跟踪仪就掉落在这三棵树的旁边 估计他来这里活动过 但是现在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这已经是第二次我们按照跟踪仪雄找小黄了 第一次是上个周五的晚上 因为整个下午 因为整个下午我们见小黄 直到晚上12点我跟我家先生坐不住了 开着车就沿着跟踪仪显示的方向 去到了一户人家 因为那个位置比较远 又靠近高速 我们真的担心小黄一旦上了高速 会不会被汽车给撞上 等我们到了那户人家 怎么找都找不到小黄 而跟踪仪的箭头就指向了 路边的花池子里的一棵大树下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小黄被撞死 被人埋在了这棵树下吗 我先生说不可能的 因为天也是非常黑了 晚上的12点了 所以我先生拿着手电筒 就在这家的门口照来照去 想在树丛花池子里边 雄找到小黄的踪影 突然这家的门打开了 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 一只手背在后面走了出来 我先生赶快解释说 我们是在雄找我们家丢失的小猫 等这个人转过身的时候 我先生看到他背后拿着一把手枪 而且是藏在衣服里边的 我先生说我知道你拿着枪 这对我来说没关系的 但是希望你不要拿出来 吓着我的妻子 这个年轻的男子知道情况以后 也非常的配合我们 当我们把手机上的显示仪给他看了以后 他还非常大方地打开了后院的门 让我先生进入到他家的后院去雄找 结果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这时候我的手机跟踪仪 位置又发生了变动 小黄似乎又向我家的方向挪动了一段距离 我们又开着车往前走 当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我按动我手机上的铃声 因为只要我靠近小猫 那么我按动这个铃声的时候 小猫身上的那个跟踪仪 就会滴滴滴的响起来 所以呢我们听到了周边呢 有这个声音在响 我先生熊着这个声音找过去 发现小黄都在人家通向后院的门口的墙上 看着我们 但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 我们想把他抓住 带回来的时候 他又跑得没影了 我先生还想去跟踪去找 我说算了吧 小猫我们是抓不住的 因为他跑得太快了 而且呢他也不想让我们把他抓住 只要看着他还安全着 我们就应该放下心来 我们等着他回来 当我们开着车回到家 来到后院以后 小黄早已经赶在我们的前面 回到了家 而且趴在后院的那张桌子上 等着我们两个 好像是在说 你们两个追着我在干什么 半夜三更的 我也是第一次领教了美国人 看到奇怪的人闯进自己家门前的时候 会拿着枪出来 保卫自己的家园 这个时候一定要解释清楚 更不能拿着东西 指手画脚 如果他们感觉到危险 他们一定会开枪的 现在小白和我一起在等待小黄的回家 不知道小黄什么时候能回来 哎呀 就甚至有个小宝贝 咬猫真的是一件很 很难控制的事 猫首先呢 你不能把它拴住 其次呢 你不能够呢 永远的把它拴在屋里头 因为拴在屋里头 他们就到处抓呀 到处撕扯呀 把屋子里边也整得乱七八糟的 看把小猫关在屋里的结果 竟然把报纸都撕成这种样子 太疯狂了 第三呢 你走哪呢 也不能带着他们 你带着狗可以 你带着猫是绝对不行的 本以为给他们安了一个跟踪器 就可以呢 随时找到他们 没想到 这个套在脖子上的绳子却断了 我先生说 这个绳子应该是他自己咬断的 我不相信 因为小猫他怎么能够咬自己的绳子的 他顶多用他的爪子扒一扒 你看这个 这个断口呢 好像是很整齐的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呢 把这个给用刀子给隔断了 不像是咬断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反正现在 只能等我老公回来封锡了 他最爱封锡这种事情 等他来看看这个断口 下一步该怎么办 小黄已经失踪了又二十多个小时了 这个定位器定在高尔夫的时间 是从昨天早晨的凌晨三点多开始 就定在那个地方了 我亲自住在小时的等红尿